随着全球气候暖化 意大利近年来频频缺水 预计今年夏季干旱将会更加严重 在当地北部的不得理奥小镇农民 面对夏季干旱并没有坐以待毙 而是和一群工程师设计的一款免费的应用程式 不仅可以分析天气数据 地下湿度探测器和含水层的水平 还能在智能浇灌的系统之下 协助农民准确实施浇灌的地点、时间和水量 物质是短装的技能 我们已经七年 낱工之后 这就是八年时用Renet 就是咱当Application 那是游戏的相机 那是以下距离的编续 而是规定了 安全的适合据 就是以根据相应用 以根据相应用最好的 导致用作为无关的 意大利政府近日推出严格的抗旱条例 规定使用水资源必须符合条规 建议少使用自来水来洗车 浇灌资源花园以及淋浴 如果违规甚至最高可以除500欧元 这些都是为了在缺乏资源的情况之下 准确用水让农作物可以继续生长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